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是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经典著作 《创业与企业家精神》 彼得·德鲁克被誉为是现代管理学之父 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评价彼得·德鲁克是大师中的大师 在德鲁克三十余本管理著作中 本书是第一本系统讲解创新和企业家的著作 今天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70后80后创业者已经不在这新闻 越来越多的85后90后甚至95后也怀揣创业梦 希望成为一名企业家 提到企业家呀 你可能会想到马云 马化腾 任正非等人 他们无疑是这个时代优秀的企业家 但是如果一对夫妇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 他们是企业家吗 德鲁克说他们不是企业家 他们虽然冒了一点风险 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前被重复了很多次的成熟模式 既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 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消费诉求 从这一点看 他们只是老板 算不上企业家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呢 具体来说 企业家有四个鲜明特点 第一 大幅度提高资源的产出 第二 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 第三 开创了新的市场和新的顾客群 第四 能寻找变化加以利用 这四点 总结来说就是一个词 创新 企业家和老板的核心区别在于创新 那有人会问了 开饭店这种传统业务就诞生不了企业家吗 并不是 同样做餐饮 麦当劳的实际创始人雷克罗克 却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克罗克没有发明薯条 也没有发明汉堡 但他却创新的把产品标准化 让服务流程化 不仅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运作效率 还让产品更快普及到了新的市场和人群 这就是企业家 所以说企业家不分年龄 不分行业 创新是企业家的核心标志 企业家精神 本质就是有目的 有组织的进行创新 关于创新 德鲁克的看法颠覆了通常的认知 他说 大多数成功的创新都很平凡 他们只是利用了变化而已 掌握方法 企业家就能对创新来源进行一个盘长 创新不是人们想象的灵光乍现 而是系统科学的 有方法可寻的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全书大约25万字 分为三个部分 德鲁克在书中的第一部分 提出了创新的七种来源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 德鲁克阐述了 企业家如何在具体工作中 把创新落地 也就是创新的实践 在本书第三部分 德鲁克提出了 企业家面对创新 应该采取的三种战略 最后 我还将为你介绍 德鲁克关于创新的三点思考 这些精华内容 我将为你一一解读 先说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 创新的来源 德鲁克在书中提到了 创新有七个来源 分别是意外事件 不协调事件 程序需要 行业变革 人口统计数据 认知变化 以及新知识 德鲁克对七个来源的探讨 帮助创业者或者企业家 系统地把握创新机遇 这七个来源都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动态变化 七个来源 以变化为内核 可以来自行业内部 也可以来自行业外部 下面 我为你逐一介绍 第一个来源 意外事件 所谓意外事件 可能是一次意外的成功 也可能是一次意外的失败 意外事件 会蕴含创新的机遇 一旦你的公司 遭遇一次意外成功 你不要觉得 哇 中了一次大奖 然后就完了 德鲁克认为 这次意外成功啊 很可能会为你提供一次 创新的机遇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意外的成功 还是意外的失败 背后都蕴含了某些 过去你不知道的信息 如果你利用这些信息 就会看到商业上新的可能 而且这种创新的成本为零 因为意外事件已经发生了 你需要付出的 只是分析工作 比如1930年代 IBM生产的银行专用机械 记账设备 被银行冷落后 意外的赢得一份图书馆的订单 分析这个意外成功的信息之后 IBM发现了新的顾客群体 政府机构 当时银行这些商业机构 不是不需要新设备 而是美国遭遇大萧条了 没钱买 但是通过这份订单 IBM发现政府机构有钱 而且也愿意花钱 这就找到了新的客户群体 具体来说 利用意外事件的创新 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发现意外 有时候啊 企业人员可能因为长期的思维惯性 容易忽略掉意外的成功或者失败 所以管理层 必须要把研究意外事件 当成本分工作 甚至指派专人负责 第二步 发现意外之后 分析意外 且需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意外背后的征兆是什么 这样的意外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机会 是否存在风险 分析完毕之后呢 最后一步就是落实行动 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让创新落地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 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成功 家电产品迎来了快速增长 已经占到销售总额的五分之三 然而 很长时间里啊 梅西百货没有发现这个意外 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只在传统的时装业务上 他们看到的是 主营时装业务在不断萎缩 在这之后的十余年里啊 梅西百货一直想重振时装 但整体经营却是每况愈下 直到一九七零年 新的管理层入主梅西公司 发现了家电销售的意外成功 从中看到这一品类的爆发增长 改变了经营重点 不再固执于时装销售 大力发展家电产品 梅西公司才开始重新走上繁荣 旁观者或许会说 梅西百货的高层难道这么傻吗 在十余年里 他们都对家电的增长势头 不管不问 正所谓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在梅西的高层管理人员中 除了一位人是副总裁之外 其他人都是从时装业务开始干起的 凭借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 证得了高管的地位 对于这些人而言 家电产品和他们不相干 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自动过滤了家电产品的成功 直到梅西百货 发现这个成功背后的意义 梅西百货才抓住了 家电消费的增长浪潮 没有被时代淘汰 在所有的创新来源中 意外事件是风险最低 出现频次最多的 无论是意外的成功 还是意外的失败 背后都代表着 企业认知之外的信息 善于从意外事件中 分析信息的企业 更能从中找到创新的机遇 创新的第二个来源 是不协调事件 所谓不协调 简单来说就是不一致 有冲突 不够完善 不协调背后 代表着原有商业流程中 出现了断层 不协调事件 设计的情况非常广泛 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 是市场供应和需求不协调 比如啊 某类需求没有被满足 那自然就蕴含创新的机会 比如 一家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 传音 他发现呢 非洲的手机市场 存在供需不协调 现有的手机呢 不适合非洲人自拍 于是他以此作为创新点 推出适合黑人自拍的手机 从而一举成为非洲最畅销的手机品牌 第二种不协调是市场现状和客户预期不协调 现有的产品再好 但是与客户预期不一致 同样也会带来创新的机会 比如 在2012年前后 国内智能手机开始迅速增长 大量厂商争先比拼性能和价格 OPPO却洞察到大量女性用户 其实不太关注性能数据 对价格呢 也不是太敏感 他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拍照效果和手机的外观 于是OPPO从女性用户需求预期出发 进行产品设计 第三种不协调 在某个行业或者生产体系流程中存在不协调 这种不协调可能是臃肿的环节 也可能是不够规范的流程 那么简化臃肿的工作环节 规范流程也能够带来创新 比如 柯达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 发明了新型感光材料胶卷 让摄影师在拍摄时 不需要携带厚重的玻璃板 就是简化了工作环节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啊 你不妨想一想 这是哪种不协调带来的创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 松下公司呢 还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 任何方面都远远落后于 东芝日丽这些巨头 松下是如何崛起的呢 松下发现呢 当时日本的大公司把电视机 看作一件奢侈品 摆在高档百货大楼里面销售 东芝公司的总裁 甚至公开说 日本还很穷 普通人买不起电视这样的奢侈品 但真的是这样吗 松下公司洞察道 对日本农民来说 电视能让他们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 他们也有购买电视的需求 那么问题在哪呢 其中有些人呢 可能也买得起 但是不会去高档百货大楼买 松下发现了这种不协调 于是来到农村 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这种接地窍的推销方式 让松下电视迅速占领了 大片的农村市场 创新的第三个来源是 程序需要 这和我们刚才讲过的 第三种不协调事件 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第三种不协调事件 带来的创新 是去除流程中的不协调环节 而程序需要说的是 检查业务流程 看看中间 是不是还缺少了什么环节 而你可以去填补 比如拿网购这个流程来讲 网购兴起之后呢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 就是程序需要 所以快递也得到快速发展 再比如 对于电动车来说 充电桩就是程序需要 现在有车企业 又推出了移动充电车 这也是根据程序需要 在做创新 创新的第四个来源是 行业变革 一个行业的结构 其实并不稳定 一旦受到冲击啊 就会松动变化 行业结构什么时候 发生变化呢 有三个风向标 第一个是 行业超速增长 如果一个行业增长的速度 明显高于经济 或人口的增长速度 那增长背后 一定会带来 行业结构的变化 第二个是 行业之间发生整合 尤其是当科技 把彼此独立的行业 整合在一起 新技术 必然会对原有的结构 带来冲击 第三个是 行业的运营方式 发生改变 比如同样是唱歌啊 从传统的线下 KTV唱歌 到线上K歌 再到这几年流行的 迷你KTV 运营方式一旦改变 就会诞生新的机遇 以汽车行业为例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 分别经历过 平民化 全球化 和电动化 三次产业变革 每一次变革 都带给企业家 创新机遇 二十世纪初 汽车价格昂贵 大部分汽车公司 把精力集中在 富裕的上流社会 但是呢 年轻的亨利福特发现 汽车销售量 在以每三年 翻一番的速度 迅速增长 按这么下去啊 很快会超出 狭小的富人市场 他认为 在美国 汽车很快 将不再是 有钱人的玩具 于是他在1908年 成功设计出 廉价的T型轿车 T型轿车推出之后 获得空前成功 第一年 产量达到了一万辆 到了1921年 T型车的产量 已占世界汽车 总产量的一半 亨利福特成功把握了 汽车市场变革 带来的机遇 成就了福特汽车公司 汽车的平民化进程 到了1960年 又开始发生改变 汽车工业的全球化浪潮 逐渐汹涌 洞察到这个机遇的 日本汽车厂商 决心走出国门 进攻美国市场 通过十余年的折服 终于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 日本汽车凭借车身较小 耗油量低等优势 打败了美国汽车 迅速抢占了美国市场 转眼到了21世纪 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 又在引领一场全新的行业大变革 每一次汽车行业的变革 都带来了大量的创新机遇 在汽车行业之外呢 其他行业的变革依然随处可见 出行行业的变革 诞生了Uber 滴滴 租房行业的变革诞生了爱比营等等 雷军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 这里所谓的风口啊 就是产业变革带来的创新机遇 接下来我们解读创新的第五个来源 人口统计数据 人口数据 也就是人口数量 人口规模 年龄结构等数据 人口统计数据是企业家和政治家 分析和思考问题时必须考虑的 这些数据背后 看似微小的比例变动 一旦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 都蕴藏有巨大的伤机 比如 不同年龄段的用户 需求差异很大 新一代人群的需求 就是创新的源泉 马化腾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中这样说道 用户的需求和喜好 瞬息万变 95后 00后人群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每天都在研究 包括微信 没有人保证一个东西 是永远不变的 因为人性就是要不断更新 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 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再比如 基于人口分布 满足差异化的需求 同样可以带来创新 2014年 短视频行业迎来了爆发 威视 美拍 秒拍 都是顺着这个浪潮起来的 他们拉拢明星站台 争抢一二线城市的用户 但有一家短视频APP 却瞄准一二线市场之外的 多数人口 洞察到了二三线城市 和乡镇人口的 差异化需求 他就是快手 快手没有请任何明星代言 里面充满了草根网红 到2017年 快手已经拥有了四亿用户 其中80%来自二三线城市和乡镇 快手就是利用人口的差异需求 找到了独特的创新路径 创新的第六个来源 是认知的变化 人口数据会发生变化 带来创新机遇 人的认知呢 也会发生变化 同样会带来创新机遇 同一个东西 哪怕本身没有变 人们对它的认知变了 意义也就变了 比如机械手表 这几十年以来 产品本身并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人们的认知改变了 它从计时工具 更多的变为装饰品 或者说奢侈品 再比如 中产阶级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 也发生了变化 中产焦虑成为了现在的流行词 这种认知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创新机会 创新的第七个来源是新知识 创业者都希望自己能够顺应技术浪潮 凭借新知识 创造出一款伟大的产品 但德鲁克在书中明确强调 基于新知识的创新 是风险最大 最不可控的 新知识从诞生到商业应用 需要克服的壁垒非常多 甚至经常要跨学科关联其他技术 这样的时间进程 从不因为创业者的意志而改变 技术的成熟应用 需要的间隔大约是25到35年 甚至更长 以当下科技界热议的人工智能 为例 它实际上已经发展了60年 人工智能起源于1956年 先后经历了计算机的兴起 神经网络的发展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浪潮 大数据的应用等 一系列社会和技术的演变 这才有了如今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正是如此 德鲁克在书中强调 在所有知识融合在一起之前 新知识的创新 都是空中楼阁 技术的应用要把握好时机 仰望星空 也要脚踏实地 接下来我们解读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 企业家的创新实践 在第一部分 我们了解到了创新的来源 但是仅仅知道来源还不够 创业者和企业家 还需要在具体工作中 把创新实践落地 很多人认为小企业小团队更容易实践创新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企业规模本身和创新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小团队在创新 同样能看到像亚马逊 腾讯这样的大企业 也在自我革命 不断地推陈出新 真正制约企业创新的 不是企业规模 而是企业本身的运作 在全书的第二部分内容 德鲁克介绍了企业家的三方面创新实践 第一方面 企业家必须有接受创新的态度 营造一个创新的氛围 企业家必须把变化看作机遇 而不是威胁 刻意练习自己的创新意识 不要享受过去的成就 顾不自封 不要等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了 才开始创新 企业家创新实践的第一步 就是要通过制定创新政策 在公司内部营造一种 主动创新的氛围 在当下努力提升产品 技术和服务 主动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未来 创新实践的第二方面 企业家必须建立起 创新的衡量评估体系 企业家需要把创新机遇的讨论 落实到专项会议上 作为日常工作的例行事项 并且去衡量创新的绩效 以此作为控制企业经营的行为依据 因为只有对创新的绩效 进行评估之后 创新精神才能真正化为行动 评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 而是要落实成为行动方案 创新实践的第三个方面 企业家需要为创新项目建立对应的组织结构体系 为了保障创新在企业中的良好运作 公司的组织结构必须以创新精神为中心 设计各层关系 确保激励措施 薪酬待遇 人事决定和政策 都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 最后 企业家在日常的创新实践中 还需要避免三个禁忌 首先 永远不要把创新项目 放到已有的管理部门中 创新业务需要独立运作 时刻保持变革的欲望和动机 乔布斯当年在筹划iPhone项目时 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把iPhone项目组 单独放在一栋大楼里 严格保密 外人无法进入 其次 创新最好不要脱离主营业务 盲目多元化 尽管多元化 可能有很大的好处 但企业不熟悉的领域 是风险极大的 很难成功 漫无边际的创新 往往是空中楼阁 最后 通过收购小企业 往往很难实现 自身企业的创新 创新是需要内化在 组织的方方面面 而收购小企业后 小企业的创新人才 很容易流失 它的创新氛围和机制 也很容易被大企业吞噬 这样的收购 往往无法获得创新 接下来我们解读 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 企业家的创新战略 企业家对内部的管理 是企业运营 企业家对外部的管理 是企业战略 德鲁克在书中提出了 创新的三大战略 分别是 孤注一掷 公企软肋 和生态利基 下面 我分别为你解读 先说创新的第一个战略 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 德州扑克术语 All in 创业者手头的资源 往往非常有限 不可能像大企业一样 多方面涉足 更不可能和巨头展开全面抗衡 这就需要创业者 选择核心的领域 深入聚焦 甚至在关键时刻 全部压住 孤注一掷战略执行 有三大要点 分别是谨慎分析 切中目标 和资源到位 孤注一掷 风险极大 在行动之前 必须进行详尽 缜密的市场分析 绝不能盲目冒险 其次要精准切中目标 比如现在 谁都知道 这是人工智能大浪潮 具体要切入什么领域 针对什么用户的什么需求 这个目标 一定要精准 最后就是资源到位 商业方案要落地 必须有完备的资源投入 否则 再好的方案 都会复制东流 我们拿大家熟悉的 智能手机举例 小米是用互联网思维 做手机的先驱 但这套模式 在2011年时并不被看好 当时骑虎360的周鸿一 非常尖锐地 看透了雷军的策略方法 遗憾的是 周鸿一采取了保守的策略 和传统手机厂商合作 联合推出 360特供级 因为传统手机厂商 对互联网打法 将信将疑 双方是配合不利 市场销售也非常惨淡 关于这件事 雷军是这么对周鸿一说的 你如果要做手机 想想你能不能全力以赴 能不能亲自来领军 你要是能亲自带队 咱们可能还有得一党 360公司虽然人多 但在手机上能放多少人呢 放一百人 五百人 小米有几千人 在做这件事情的 在智能手机爆发的浪潮面前 雷军选择了孤注一掷 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孤注一掷背后的潜在风险 德鲁克在书中说 采用孤注一掷战略 需要对创新的来源 及其推动力进行大量的分析 做到了如指掌 也需要创新者投入大量的资源 创新的第二个战略 是攻其软肋 这是一个军事术语 放在商业竞争中 就是选择竞争对手 无心关注 或者无力坚固的地带 迅速切入 攻其软肋 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创造性模仿 本质是模仿战略 企业家在他人产品的基础上 做出创造性的改进 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成功 早期的QQ 就是采用了创造性模仿策略 它在模仿ICQ的基础上 做了改进 ICQ的设计呢 是数据保存在本地 但是当时的中国呢 互联网并没有普及 许多人是去网吧上网 ICQ的这种设计 让中国网民非常痛苦 马化腾抓住了ICQ这个软肋 让QQ把用户资料 存储在云服务器上 用户在任何的网吧 登陆自己的账号 都可以找到原来的联系人 顺畅聊天 在那之后啊 QQ还不断推出 各种符合本土用户需求的功能 如隐身登陆 个性化头像等等 最终腾讯成为了 中国及时通讯的霸主 攻击软肋的第二种方式 被德鲁克称为柔道策略 就是说啊 不和竞争者正面对抗 而是B级锋芒 采用新的方式进入市场 德鲁克的柔道策略 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 第一种可以称为拿来主意 大公司都有一种傲慢 如果一项发明不是自己做出来 往往会轻视 这就给了创新者机会 创新企业呢 可以直接把这项技术拿过来 作为武器 抢占市场 比如 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之后 当时美国主要的大型电子产品制造公司 虽然都意识到晶体管的重要性 但是竟然没有人采取行动 索尼的盛典招夫 于是捡了个漏勺 用25000美元 就从贝尔实验室 购买了晶体管的制造权 两年后 索尼推出第一台 手持式晶体管收音机 第二种柔道策略 可以称为海滩登陆 先找到一个特定的市场切入 然后再逐步扩大 比如 现有的大企业只盯住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客户 那么很容易忽视外围中小客户 创新者就可以从外围客户切入 抢摊登陆 再比如 行业领导者设定了高价战略 获得了过高的利润率 那么创新者可以用低价登陆 供其软肋 再比如 大公司想用一款产品来满足所有客户 这就给了创新者机会 创新者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专门开发产品 只给他们需要的功能 从而接入一个特定市场 为自己找到一个登陆点 第三种柔道策略是 转移战场 制造业的公司通常认为 如果一项产品制造难度大 成本高 那么这项产品就具有品质 其实不然 产品的品质完全取决于 它给客户带来的价值 所以 创新者应该把战场 从所谓品质 转移到顾客价值 简单总结一下 供其软肋 是弱者面对强者常见的商业策略 不去和竞争对手死磕硬拼 而是找到对方的薄弱地带 展开进攻 赢得市场 创新的第三个战略是 生态利基 如果说前两个战略 都是进攻性战略 那么第三个战略 生态利基 它是一种防御战略 它能帮助企业 免遭竞争和挑战 生态利基有三种策略 分别是收费战策略 专门技术策略 和专门市场策略 我们先说第一种 收费战策略 它指的是 为行业流程中 一个必备的环节 提供服务 而这个服务市场 又特别小 仅能容纳一家公司 先占先得 谁先占领了 就好比在这里 设立了一个收费站 书中讲到的一个案例是 杜威阿米公司 这家公司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研制了一种 能密封罐头的化合物 抢先占据了 罐头行业中的 密封环节 由于罐头密封 这个市场很小 又不可或缺 所以阿米公司 占领市场之后 就可以一直向各家 罐头厂收费 生态利基的第二种策略是 专门技术策略 这是指 在专门的技术领域 取得控制地位 比如美国的 本迪克斯公司 凭借专门技术优势 垄断了美国汽车工业的 刹车装置市场 生态利基的第三种策略是 专门市场战略 这是指 选择专门的细分市场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欧洲的自动烘烤炉市场 一直被两家欧洲当地的厂商 占据着 这不是说 烘烤炉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而是因为这个市场不大 而这两家本土厂商 更了解本地化需求 到这里 我们为大家解读了 创新的来源 创新的实践和创新战略 最后 德鲁克还在书中阐述了 对创新的几点思考 在这里 我们重点解读其中三点 第一 创意不是创新 创意是有创造力的想法和构思 创新呢 却是来源于市场变化的新机遇 生活中啊 创意的鬼点子会有很多 比如 雨天不会打湿的鞋子 可以按时提醒喝水的智能茶杯 没有散面的空气散等等 这些创意看上去非常精彩 但却没有一个 真正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第二 企业家不冒险 企业家是否是热爱冒险的一群人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说 这是肯定啊 勇敢冒险是企业家的优良品质啊 他们如果不冒险 那和平常人有什么区别 这种观点呢 对 也不全对 德鲁克认为 成功的企业家 不是专注于冒险 而是专注于机遇 他们不是去挑战风险 而是尽可能去把控风险 第三 不要忽视技术之外的创新 创新的方式有很多种 在技术之外 制度的优化 流程的改良 模式的再造 都能诞生出 改变人们生活的伟大创新 你试着回忆一下 你搬家的场景 你请来一辆货车 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件搬运到货车上 最后运走 这个流程看上去没问题啊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远洋货运同样也是这个模式 人们把货物一件件运到货船上 并最终运走 但随着货物运输需求的不断攀升 港口即使满货荷运作 也运输不完堆积如山的货物 船运业最开始的对策呢 是购买更多的轮船 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后来啊 集装箱模式被发明了出来 工作人员在陆地上 先把货物集中装好 船只一旦进港 立即大批量装载货物 极大提高了港口的工作效率 最后 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的精华内容 它包括四部分 创新的来源 企业家的创新实践 企业家的创新战略 和关于创新的三点思考 德鲁克在书中提到了 创新有七个来源 分别是意外事件 不协调事件 程序需要 行业变革 人口统计数据 认知变化 以及新知识 德鲁克对七个来源的探讨 帮助创业者或者企业家 系统地把握创新机遇 这七个来源都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动态变化 七个来源 以变化为内核 可以来自行业内部 也可以来自行业外部 在了解了上述创新来源之后 企业家需要通过 三方面的工作实践创新 第一 组织必须有接受创新的态度 第二 企业必须建立起创新的衡量评估体系 并落实成有目的的行动方案 第三 企业家要为创新建立对应的组织结构体系 在公司外部 面对商业竞争 企业家有三种常见的创新战略 分别是孤注一致 供给软肋和生态利基 孤注一致表示在合适的时机 对合适的目标压注式的投入 供给软肋呢 是通过深度模仿和柔道策略 找到竞争对手的薄弱地带 展开进攻 赢得市场 生态利基 则是在细分领域建立自己的价值生态 巩固优势地位 企业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 酌情采取不同的创新战略 最后 德鲁克阐述了 对创新和企业家的三点思考 首先 创意不代表创新 其次 成功的企业家 看似是在寻求冒险 他们其实是比常人更懂得把握机遇 控制风险 最后 除了科技创新 制度 文化 和经济上的创新 同样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 从互联网浪潮兴起 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 这两次大的浪潮 都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创新和企业家 其中很多的商业经典案例 都印证了德鲁克的创新理论 每个时代都有他独有的机会 找到创新来源 把创新付诸实践 推行创新战略 这是每个时代的企业家 获得成功的普遍规律 在下一个五年 下一个十年 二十年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在人工智能时代 德鲁克的经典理论 依旧会为每一位创业者 和企业家 带来启示 德鲁克的经典